康熙四十八年 施士榜北上来到半县 在浊水溪中有新建水镇 以浇灌新墾的土地 康熙五十八年 八宝镇终于铸成通水 这是清代台湾最大的水利枢纽 二十一个乡镇 一百零三个村庄的 二十多万亩土地得以浇灌 为修筑这条水镇 施士榜从三十八岁苦干到四十八 历经十年磨难 你这人如果没水就没磨 你如果没有 以施士榜为代表 清出汉人大规模的水利建设 被台湾学者誉为水田化运动 和第一次绿色革命 通过这场革命运动 汉民族先进的农耕技术 在台湾平原地区全面推广 大面积的陆场荒谱变成了水田 台湾亘古以来刀羹火种 游牧渔猎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故 西部平原地区 原始的经济面貌 首先被改写 他叫郭熙柳 是第一位在台北 开凿大型水镇的人物 也可称他唯一一位悲剧英雄 乾隆四年 36岁的郭熙柳 决定从新殿溪清潭源头 饮水浇灌他的墾地 今天台北松山一带的新雅庄 经过父子两代 三十年不屈不挠的奋斗 水镇终于在乾隆三十四年 全部告据 后人为纪念郭熙柳父子的开镇之功 将这条水镇称为流宫镇 清代整个台湾的一个水镇的开花 一共有一千多条 那三条很重要的 就是台北的流宫镇 中部的八宝镇 然后南部一个曹宫镇 道宫十七年 河南省沁阳人曹景 到台湾担任凤山支县 仅已不到两年的时间 为申请动用一分公款 悄无声息地就建成了一条水镇 曹宫镇的流域涵盖的是整个高雄市区 可以说是大高雄的一个血脉 高雄民众为了纪念它 建了一座曹宫祠 一百多年之后 一九九二年 曹宫祠升格为曹宫庙 曹景被肃以今生 敬为神 宇兰这个地方 云深雾躁 然后中年不开 所以仗力之气非常的严重 嘉庆元年 年过六旬的老吴沙 率领数百人的队伍 翻越草陵古道 进驻到蓝阳平原 那宇兰因为平原 那水源充足 特地又肥沃 那么在乌沙开栏之后 很快的就成为台湾的第三大米昌 宇兰现有一首队员 叫做真诚拓图双市 正式开栏敌人 乌沙在六十六岁 这样的高零零的情况之下 还翻山越零到宇兰来开栏 才是不容易 所以就是平衡中的伟大 小年为一个伟大的司机 敏越先人 碧鹿兰鱼 便手知足 艰辛啃拓 使盲荒的台湾岛 变为唐古之力 甲天下的米粮仓